菩提圣镜 白衣女修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不断往令牌之中注入法力 消耗也是颇大的 好在 她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经过多番轮转之后 一粒通体碧绿 生有九眼的菩提子 从静置豁口处落了下来 被此女伸出白玉一般的手掌稳稳接住 九眼菩提子 最顶级的悟道之宝 白衣女修的眼眸微微发亮 继而却有些黯然 可惜这是婉儿诗书 势在必得之物 她叹息一声 将菩提子封入一个玉盒之中 继而 便白影一闪 走出菩提圣地 外城之中 各种污民 已经被之前的走火入魔 害得死伤惨重 寥寥存活的几人 也是行走在尸山血海之中 双目无神 宛若一句句行尸走肉 不错 此地正适合我练法 白衣女修脸上 浮现出一丝病态的笑容 眉宇之间的雪花印痕 盈盈有光 下一瞬 咔嚓一声 脆响想传出 白衣女修眼前 一道青色见光暴闪 一道人影 竟然直接从路边一株 普通树木之中 闪现而出 持着青色长剑斩杀 而至 木顿树 白衣女修额头 雪花纹路 咔嚓一声 损失掉一个角 她眼眸清澈 显然丝毫 都未曾受到芳希 以超过普通 杰丹中期之神石施展的 圆魔刺影响 波 剑气划过此女 却只击中一座 栩栩如生的冰雕 不远处白光一闪 此女的身影 再次浮现而出 摸了摸自己额头 神石秘术 杰丹中期 你竟然没有七情六欲 道友说笑了 我现在就很想让你死啊 芳希手持青和剑 笑意盈盈地回答 她赶来此城 隐隐察觉圣地之中 被人劫足先登 但还未离开 自然按照老规矩 以木顿之术靠近 原魔刺震荡石海 然后抱起突袭 之前遇到的魔门弟子 基本上遇到这一招 都是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宰杀 毕竟她可是 劫丹中期境界 并且自身实力 在一干劫丹中期 修饰之中 都绝对不算弱者 结果 只得手了十之七八 已经让芳希感慨 这一批魔门弟子 素质很强了 并且 在刺杀之前 她往往都会施展 枯荣诀 秘术 收射自身气息 这枯荣诀 乃是顶阶功法 权力收敛之时心如枯木 波澜不起 甚至连心念波动 都若有四五 按照芳希的看法 这秘术与暗杀十分匹配 事实上 也正是如此 纵然 这女修拥有察觉杀意的敏锐能力 但竟然隐隐被她功法克制的样子 如果不是祭练了替身秘术 只怕刚才一见 就要吃个大亏的 秘境之中 果然有着变化 你是那个丹雅的人 还是其他宗门破戒偷渡而来 白衣女修面 无表情地一掐绝 一面雪白盾牌悬浮而起 四周寒风吹拂 一层雪花将她整个人都保护在内 看起来 你之前也丝毫没受我原摩刺的影响 果然与普通弟子有些不同的 芳希浩正一霞地回答 忽然 她背后一道面无表情的人影浮现 周身九龙盘绕 正是傀儡游昆 此傀儡面无表情地一指 六条火龙扑出 与一道忽然出现的人影 纠缠在一起 此人影面目灰白 爪牙锋利 方才竟然似乎变色龙一般 隐形着潜伏过来 想要偷袭芳希的 好在芳希强大的神石 一直笼罩方圆数十里 发现有些异常 就将傀儡放了出去 倒有这魔师 当真祭练得不错 之前开口吸引我注意 又让这杰丹魔师偷袭 不错 斗法经验相当丰富 芳希露出一丝冷笑 双手食指连弹 一道道以目神剑飞出 白衣女修剑状 只能一咬银牙 喷出一道 宛若由冰晶打造而成的锥子 与诸多以目神剑拼杀在一起 同时也在暗自叫苦 敌人法力与神石都超过他太多 纵然他有外丹勉强将法力 提升至杰丹初七 也依旧大为不如的 更何况 他乃地品兵灵根 修炼了一门罕见的绝顶心魔功法 能勾动修士七情六欲 任何敌人与他动手之际 往往稍不留神便会中招 陷入各种心魔幻境之中 可谓杀人于无形 却没有想到 面前这位杰丹修士十分古怪 心神如同枯木一般 古井无波 根本无法引动 此人修炼的是何功法 绝对是我的大敌 为何之前从未听说过此种功法 白衣女修勉力之称 心中着实郁闷 他可不知道 这《枯荣诀》不仅是顶级功法 同时也有画神篇章 论品皆与潜力与他所修的魔功 不相上下 否则的话 纵然遇到修炼有清心 凝神功绝的正道修士 以他的魔功 也能不知不觉中令其着了道 该走了 白衣女子越斗越是心惊 漠然发出一声奉鸣般的长笑 那一句魔道练师 宛若得到什么指令 根本不管身上 被九条火龙盘踞灼烧 一个前扑 就抓向方熙后心 方熙眉头一皱 以目神光照光滑流转 挡住了这一招 这头魔师 有些古怪 竟然连阳属性 真火都不惧的样子 与此同时 白衣女子则是祭出一张白色的福宝 此福宝直接炸开 化为一只通体晶莹雪白 宛若由寒冰镖着而成的冰凤 纠缠住那一口口飞溅 同时自首指中逼出一粒血珠 就要施展血顿之树逃离 搜 一道血色长红破空而去 继而又在另外一边浮现出来 血色收敛 现出白衣女修的身形 脸色无比难看 阵法 何时不下的 之前被你的师兄弟逃得多了 总有一些改进的 道友看我这以目神光阵如何 此阵只能算三阶残阵 还是临时的 但也拥有一定的封禁之力 方熙微微一笑 被魔道弟子跑掉多了 他杀着杀着也就积累出一定经验来 此时只是轻轻一指 一道道清闭塞的以目神光变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道光柱 大阵运转 由以目神雷与以目真火浮现 他结单中期的法力汹涌而出 运转阵法 继而守一指 生死印便浮现在白衣女修上空 轰然杂落 见到这一幕 白衣女修眼中 不由满是绝望之色 他只是一个助击呀 何德何能被如此针对 原始魔门 石台边缘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 两道盘膝而坐的身影忽然同时睁开双眸 又死了一个 本次进入玄屋秘境的弟子 是否死得太快太多了一些 俊美男子皱起眉头 而对面的婉儿则是花容色变 取出一串念珠模样的事物 此串念珠通体赤红 大半珠子都光滑灼灼 隐约可见其中一个个名字 但此时居然已经有不少都失去光泽 浮现出裂痕 而婉儿看到其中一颗白字念珠 也光芒暗淡地开裂之时 身上都浮现出一股惊人的煞气 白诗直出世了 什么 此女继承你那一脉的魔宫 又有六欲混天魔傍身 谁能杀她 俊美男子脸上浮现出一缕金蓉 看来 秘境之中真的出了问题 若弟子死伤太多 可是会影响我等考评的 婉儿神色也冷若冰霜 秘境之中出世 之前也有例子 不是有敌对宗门派遣修士 破戒偷渡 就是乌王之中出现了某个天才人物 一桶秘境 以铁血手段培养出上百乌王 在集体出动 猎杀我圣门弟子 嗯 上一次发生这事 还是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乌皇之乱吧 我记得那一次 虽然圣门弟子死伤惨重 但监护的金丹执事 却借此一口气 祭练了上百金丹魔头 化为一件厉害魔宝 最终不仅成功凝结原鹰 还在原鹰中 都闯下赫赫威名的 俊美男子轻笑一声 突然身形一闪 在出现之时 以手持万魂帆 来到石台之上 手中浮现出一枚银色浮露 死的弟子终于足够多了 按照规矩 如今秘境出世 本人职守有责 将以降戒服前往查探 婉儿也想去呢 师兄将此机会让给婉儿如何 婉儿忽然千娇百媚的一笑 恳求道 婉儿也害怕师兄出事呢 若有正道原因 老怪偷渡 该怎么办 哼 玄屋秘境之中 若有原因老怪偷渡 尽致必有察觉 本门的长老早就坐不住了 俊美男子微微一笑 激发手中的降戒服 傲然道 更何况 以我如今的修为与宝物 纵然遇到原因老怪 也至少能保得一命的 师妹便替我好好看着 这通天胎吧 哈哈 大笑声中 俊美男子浑身被荧光包裹 瞬间消失无踪 哼 还不是盼望着多死些弟子 好友借口入秘境 再掠夺一番罢了 我等结单之后 进入此种秘境的机会 便被剥夺了 只有几种特定情况才可 但很可惜 婉儿修炼的公爵颇有感应之功 方才也想前往秘境之时 却颇有心惊肉跳之感呢 婉儿把玩着指尖青丝 脸上却忽然浮现出一丝笑意 隐隐有些期待之色 剧场上却忽然购置出一丝笑意